绵绵的细雨依旧是从空中洒下 针圆以及近气以及渐气 使得本应该是波纹点点的湖面不断地翻涌 一些翻白的鱼儿在这水波之下 不断地被推到湖边 即便是一个志同稍稍弯腰 都能够从这湖边捞起一条刚咽气不久的鱼儿 而在湖面之上 此时的东方不败以及水母阴姬 明明置身于这细雨之下 但当雨水即将触及到两女时 便会被两女周身的进气 以及涌动的针圆推开 此时的东方不败身形挪闪间 总会有着一道道水箭凭空凝聚而出 然后将东方不败强行逼回到原本的位置之上 针圆弥漫之间 此时的水母阴姬嘴角不禁浮现出几分得意 对于水母阴姬而言 此时使用的这种对敌之法 对于水母阴姬本身的针圆消耗极高 即便是以往面对联星时 水母阴姬体内的针圆 也只足够水母阴姬支撑不过半个时辰的时间而已 可偏偏现在水母阴姬选择的是这弧面 而且实质细与迷迷 对于修炼神水诀的水母阴姬而言 无需耗费大量的针圆 一直从周围空气之中凝聚水物 使得水母阴姬能够更为肆意地战斗 并且水母阴姬进入天人境中期已经有了一段时间 而东方不败不过才刚刚迈入到天人境中期 此情此景 此番对比之下 此时的水母阴姬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结战 东方不败如何能敌 片刻后 再一次将东方不败给逼回去后 水母阴姬按道 差不多了 现在这样的程度正好是大姐能够承受的限度 接下来只需要维持这样的状态等大姐适应之后再突围 到时候我反应快一些 营造出险生一招的感觉 让大姐能够生出等实力再次提升后 就能够和我实力相当 甚至压过我的错觉 心中念头落下 水母阴姬刻意地控制真元 将周围水界凝聚的速度维持在当前的程度上 果然 百息之后 此时的东方不败已经是熟悉了周围这些水界凝聚的方法以及速度 自觉已经熟悉了水母阴姬周围这水界凝聚出来的速度以及攻击的速度频率之后 此时的东方不败体内真元忽然快速地涌动 伴随着真元的流转 此时的东方不败速度骤然加快 竟是在这身法挪动之时 恍若瞬间愤出了两道残影一样 从不同的方位冲向水母阴姬 但当这两道残影出现 周围这些水雾之中 竟是有着更为密密麻麻的剑气 凝聚而成 从四面八方冲向东方不败 面对这一幕 东方不败口中发出一声低贺 双手下压的瞬间 大量的真元混着七海穴内的天地之力倾泻而出 一道高达五丈通体火红的法相虚影 瞬间显现 无形的进气以及压迫感 瞬间让周围这些冲来的水箭 被东方不败上空 这火神虚影 直接挡下的同时 随着东方不败一掌拍下 被东方不败凝聚而出的法相虚影 亦是抬起手掌拍向水母阴姬 反观水母阴姬 在真元调动之际 身后同样是凝聚出一道五丈的法相虚影 同样一掌拍去 却是一同选择了 以天意四象诀进行对抗 哼 而当这法相虚影手掌相对 一道震耳欲聋的响声 瞬间自空中响起 甚至于整个空中 都是猛地震动了一下 以两人为中心 十丈内的所有羽珠 皆是被这迸发的进气掀开 而当周围羽珠全部被掀飞之后 东方不败眼眸一亮 真元弥漫之间 竟是在空中带起道道的残影 成功蹊入水母阴姬 周身一丈的范围之中 过程之中 此时的东方不败 甚至都已经注意到了 水母阴姬脸上浮现出的凝重之色 哼 对此 东方不败心中冷笑一声 双脚之下 见其迸发 踏见闪身至水母阴姬的身前 血红的手掌快速地举起 然后拍向水母阴姬 面对这一幕 水母阴姬双掌手势快速地变化 体内的真元 亦是在这一刻 按照一种特殊的路线 运转一圈后透体而出 随后 一道道水墙 瞬间从湖面升起 挡在了它和东方不败的中间 但对于面前的这些水墙 东方不败却是身形 没有丝毫的减缓 而是在靠近间 周身剑翼迸发 体内的真元混着剑翼 瞬间将身前这一道道水墙撕开 任由东方不败穿过出现在 水母阴姬的面前 然而 就在东方不败的手掌 距离水母阴姬 只有短短不到三寸的距离 眼看这一掌就要拍在 水母阴姬肩膀上时 却见周围尚未散掉的水墙中 竟然瞬间凝聚出 几条流水汇聚的长边 将缠绕在东方不败的身上 对此 心有所觉的东方不败 微微皱了皱眉 随后指尖轻动 屡屡见气快速地从体内冲出 将这几条湖水 所凝聚的长边破开 因为这一个行径 使得东方不败 原本拍向水母阴姬的手 不可避免地顿了一瞬 但就是因为 这一瞬间的停顿 使得东方不败手掌 还未落于水母阴姬肾上时 水母阴姬的手掌错过了 东方不败的手掌 先一步拍在了 东方不败肩膀之上 几乎是在手掌 拍在东方不败肩膀上的瞬间 水母阴姬手掌上 蕴含的剑椅 以及针圆 均是全部顺着手掌收入体内 而残余的进气 使得东方不败 身体止不住地 后退了近一丈的距离 输了 感受着肩膀上那残留的感觉 此时的东方不败神色 不禁流露出几分错愕 但下一瞬 回过神来的东方不败视线 盯着对面的水母阴姬时 黑白分明的双眸之中 冷意疯狂流转 当初在接触水母阴姬时 东方不败就感觉到了水母阴姬的威胁 远要比腰月那一个纯女人要大得多 甚至一度也担心过养虎为患 可后面的时间里 水母阴姬表现得太过于乖巧了 加上腰月那边行径 使得东方不败 渐渐对水母阴姬失去了提防 结果便是 今日竟然被水母阴姬给找到了机会 击败了自己 想到这里 东方不败一张脸阴沉得吓人 同一时间 对面的水母阴姬在将手收回后 脸上顿时流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胜负已分 多谢东方妹妹了 而当水母阴姬口中的称呼传入耳中 东方不败牙关紧咬 那尚且还未散掉 真元仙红如雪的幼长 更是紧紧地钻成拳头 让人怀疑下一秒 是不是就会有鲜血 从这拳头缝中滴落下来 正如爱有多深 恨就有多深 如果说 曾经的东方不败 觉得水母阴姬跟在自己身后喊自己大姐时 东方不败感觉水母阴姬有多甜美乖巧 现在看着喊自己妹妹的水母阴姬 东方不败就有多不顺眼 甚至于此时在东方不败的心中 看水母阴姬不顺眼的程度 瞬间就达到了和腰月一样的程度 简直是从头到脚 哪哪看着都让人生烦欠揍 但东方不败本身就不是输不起的人 胜负已定 愿赌服输 即便是此时心中的情绪便如此时这暗沉的天空一样 东方不败也只能认了 深深地吸了口气后 东方不败冷声道 很好 希望不久后还能够从你的脸上看见这样甜美的笑容 听着东方不败的话 水母阴姬含笑道 风水轮流转 若是真的有那一天 到时候我也只能将称呼改成以前了 说着 在稍稍顿了一下之后 水母阴姬话语一转道 不过 东方妹妹这些天确实要努力一点 不然的话 等到另外一个妹妹过来后 实力不够 到时候怕是妖月妹妹就变成二妹了 声音入耳 东方不败眼睛顿时眯了起来 你想转移矛盾 让我和那蠢女人争老二和老三的位置 水母阴姬含笑道 这不是已经既定的事实吗 还是说 东方妹妹你准备将二妹的位置让出来 成为三妹 现如今 东方不败已经是被水母阴姬击败 接下来等水母阴姬故技重施 将妖月也击败后 水母阴姬现在这正宫的位置就暂时定了下来 反观东方不败和妖月 自然要决选出老二和老三的位置 输给水母阴姬也就算了 只能怪水母阴姬以前装得太乖巧 一时不查给了水母阴姬机机会 但不管是东方不败还是妖月 都不会愿意输给对方 水母阴姬这一招 也彻底地断绝了东方不败和妖月这段时间达成联盟的可能 虽然说明白了水母阴姬所想 但偏偏水母阴姬现在所用的是阳谋 而东方不败和妖月 恰恰都吃这一招 能够想得这么透彻 东方不败可以肯定 水母阴姬筹筹谋这件事情 绝对不是一天两天了 想到这里 东方不败看向水母阴姬时 意识后槽牙都差点咬碎了 但对于东方不败面色的铁青 水母阴姬却是浑然没有在意 而是继续微笑回应 看着对面的水母阴姬 东方不败基本上可以确定 不管是对于自己还是妖月而言 以后若是想要得到正宫的位置 最大的敌人 绝对是水母阴姬 几夕后 在深深地看了一眼水母阴姬后 东方不败忽然运转轻弓身法 快速地向着城内挪闪而去 看着快速远去的东方不败 此时的水母阴姬眼睛弯成了两轮月牙 脸上的笑容更是甜美无比 接下来就等妖月妹妹了 面头落下 水母阴姬微微低下头 将湖面上刚刚才从湖底飘起的几条鱼 以真圆串在一起后 身形拔地而起 向着城中挪闪而去 人逢喜事胃口好 今晚加餐 内院之中 伴随着明显的真圆波动浮现 心怀忐忑坐在石凳上的莲星 快速地抬起头 看向回来的东方不败 只是 随着目光落在东方不败的身上 让莲星失望的是 此时的东方不败 一张脸平静异常 完全让人看不出任何的讯息 反倒是楚清和 看着东方不败的神情 哪里不清楚情况 显然是水母阴姬谋潮篡位成功了 而在看到东方不败回来后 此前原本还在院中的 曲飞烟跳木往城南的方向看了看 可却没有看见 水母阴姬的身影 见此 在东方不败 动身向着楚清和走来的途中 想到此前楚清和说的 曲飞烟好奇地凑了上去 东方姐姐 司徒姐姐 怎么没跟着你一起回来 随着曲飞烟声音出口 原本正朝着楚清和走来的东方不败 脚步一顿 转而看向曲飞烟 哼 看样子 最近你和她混得很熟啊 听着东方不败 这几乎是冰冷到了极点的声音 曲飞烟抬起头 看向东方不败 当目光触及到东方不败那木然的表情时 曲飞烟身体顿时抖了抖 糟糕 好像撞刀口上了 凭借着上百次的挨打经验 曲飞烟可以肯定 一旦当东方不败露出这样的口吻 以及这样的神情 绝对是心情差到了极点的程度 因此 察觉到不对的曲飞烟 果断就在脸上露出了乖巧的笑容 哈 瞧东方姐姐你说的 我和她能有多熟 那啥 我先继续修炼去了 只是 曲飞烟察觉到不对 想要急流勇退 但东方不败 哪里会这么简单地放过曲飞烟 冷笑一声后 东方不败开口道 正好 有一段时间 没有检验你的实力情况了 今天就好好地看看 最近你的长进 说完 东方不败一只手 搭在曲飞烟的肩膀上 然后拉着一脸慌乱和惊恐的曲飞烟 纵身一跃 便再次向着城南外折返而去 过程之中 曲飞烟正好还遇见了 从城外回来 面带笑容的水母音机 而在回到院子里面的时候 此时的水母音机脑袋轻轻歪了一下 眉头轻皱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水母音机好像是从曲飞烟刚刚的 嘴形好像是救我 但是转过头看了一眼城南的方向 水母音机又是摇了摇头 算了 多一个出气筒也好 至少能让东方妹妹心里面的怨气少一些 至于曲飞烟 虽然说不知道好端端的 曲飞烟为何会招惹到东方不败 但反正挨打也习惯了 不缺这一次 并且挨了打还能提升实力 也算因祸得福了 院中 原本看到水母音机回来了 一直等着的莲星眼睛一亮 可当看着回来的水母音机 竟然这样皱着眉若有所思的样子 莲星心中不禁咯噔一下 难道说 司徒姐姐篡位失败了 这边 回过神来的莲星先叫来小招 将刚刚串好的余地给小招后 水母音机才是背负着 双手不乏轻快地走到楚清河身旁 几乎是在水母音机坐下来的瞬间 莲星便忍不住抬起手拉了拉水母音机 以真气传音道 司徒姐姐 难道你输了吗 传音时 或许是因为太紧张 传入水母音机耳中的声音 都明显带着几分忐忑 对此 水母音机含笑回应道 放心 努力了这么久 怎么可能会输 当然是赢了 莲星眨了眨眼传音道 真的 水母音机点了点头道 当然 我怎么会欺骗好妹妹你呢 确定了水母音机成功取胜 莲星心中顿时 长松了一口气 既然东方不败已经输了 接下来就等姐姐了 水母音机面含笑容道 是啊 只要将你姐姐也剩了 成功坐稳这大姐的位置 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我们的幸福生活就有保障了 听着水母音机这话 此时的莲星脸上 也重新浮现出笑容 旁边 看着此时刚刚坐下来 就以真气和真元传音 开启私聊的两女 楚清和不禁翻了个白眼 而一旁的雪千寻 则是略显疑惑地 看着水母音机和莲星 不清楚两人都坐在一起 为何还用这样的方法进行沟通 只是 看了少许时间后 雪千寻又一言不发 抓着手中的竹子 递到桌上花花的面前 面对雪千寻的头时 此时的花花嗅了嗅着竹子 确定没有了熟悉的味道后 便缓缓地偏过头 并且将屁股 对向了雪千寻 看着雪千寻 眉头不禁皱了起来 一直到深时末的时候 之前离开的东方不败 和曲飞烟才是 返回到院子里面 而在两女回到院子里面时 此时的东方不败 虽然依旧还是面色微沉 但却少了几分之前的目染 至于曲飞烟 则是耸拉脑袋 整个人都是有气无力的 在回到院子里面后 曲飞烟艰难地在脸上 堆砌出一个笑容道 那我就去做饭咯 面对曲飞烟的所言 东方不败轻轻地 嗡了一声示意 见此 曲飞烟才是一步一驱地 向着厨房里面走去 看着此时不乏虚浮 且一脸生无可恋的曲飞烟 小赵好奇道 飞烟你没事吧 听着小赵的询问 曲飞烟僵硬地转过头 看着小赵道 你觉得被东方姐姐 带出去一个时辰 会没事吗 这一次被驯惨了 说着曲飞烟语气悲气道 为何每次被揍的都是我 一边说 曲飞烟一边仰着头 努力地忍住眼泪 不要流下来 林诗音摇了摇头道 你呀 明知道东方姐姐那会儿 神情不对劲 还主动凑上去 你不被揍谁被揍 文言 曲飞烟无奈道 我知道东方姐姐心情不好 但没想到会这么不好啊 说了 曲飞烟撇了撇嘴道 算了 反正现在有凤血在 被揍也就被揍吧 就当是提前习惯月姐姐 和东方姐姐回来的日子了 随后 曲飞烟真气流转间问道 话说很少看见东方姐姐 这么生气的 你们说 那会儿和司徒姐姐出去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着前一秒 还面带悲戏的曲飞烟 此时一脸八卦的样子 小赵和林诗音 皆是一阵无语 而院子里面的东方不败 则是脚步一顿 看向厨房时 忽然间觉得自己之前下手 还是轻了 要是轻了